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了解大概有1000多个伙伴企业的董事长和 CEO来参加会议 同时呢还有了七国集团 二十国集团 很多国家的政要 另外呢还有国际组织 劳工组织 以及其他的全球组织的一些代表 所有这些人继续在一起 其实他们就是要回答一个问题 就是怎么在分类的世界中寻求合作 说实话这个主题 对世界经济论坛来讲也是一个挑战 因为他们足够大胆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但答案在哪里呢 没有一个人能给出完美的答案 可是当所有这些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可能一些答案就已经在路上了 对中国人能给出完美的答案 就是我们在路上了 对中国人能给出完美的答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